历史从来都是由胜利者来书写 而作为失败者的一方往往被极尽贬离或者抹黑 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历史 是否会有另外一番不同的见解呢 下面要介绍一个人的资料 虽然他不但称不上什么好人 还是历史上打坏蛋的象征 但是他的出现直接使一个屹立了近200年的王朝走向衰亡 并且开创了一个群星闪绕的时代 三国时代 现在郑重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一号反面角色 猛人董卓 董卓自重义 龙熙灵陶人 父亲名叫董君雅 汉族 母亲姓名不祥 书中记载 皇甫龟的遗孀曾经怒骂董卓是江湖之种 所以董卓很有可能是个汉腔混血 一说到董卓 可能在大家的印象里 他应该是一个胖得像猪一样的人物 没几个宫女扶着还站不稳 可能董太师后来把持了朝镇 整天酒池里来肉林里去的 或许弄出个将军肚 倒也不是不可能 可是青年时代的董卓 绝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猛人 用一句行话来形容 那就是 这不是胖而是壮 史书上记载董卓是一个有才干和无勇的人 他臂力过人 经常在马上左右各挂两把弯弓 方便他在骑马时能左右开弓 史书上记载 卓有才武 屡力少比 双带两剑 左右持射 从董卓可以在马上左右开弓的能力上看 他应该是一个力大无比一切 竟于骑射之人 董卓练就一生武艺 其实还和他的身处的环境有莫大的关系 正可谓是一方水主养一方人 董卓生活的梁州 本来就是一个猛将备出的地方 东汉实行周俊制 周是地方上最大的一级行人单位 全体分为13个周 相当于今天手的概念 梁州大致相当于今天的甘肃宁夏一带 在当时这个地方属于特殊地区 史书上记载 这里土地贫瘠 居民主要以放牧和打猎作为谋生手段 这种与中原农耕地区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 锻炼出梁州人强健的体魄 如果说游牧锻炼了梁州人的身体 那么另一项活动则锻炼了梁州人的武艺 这项活动就要做战争 历史上梁州从来都不属于消停的地方 因为那里生活着相当数量的少人族 汉人将他们通称为枪族或者枪湖 公元前121年 汉武帝开辟了河西四郡 从此将西凉这片土地纳入中国的版图 随着大量的汉人西迁就用河西走廊 汉人跟当地枪人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 对汉朝统治心怀不满的枪人 经常性地从事一种对抗性的运动 那就是反叛 对于枪人的反叛 政府的高层自然不会有什么感觉 他们住在洛阳的豪宅里 对于远在西北的游泻事件 只能从地上来的军报当中 看到几个严谨一概的文字 派上个将领 领上军队评判也就试了 与之相比 还是朝堂上的权力之争来得更实在一些 这恐怕就是大部分官员的想法 反正枪人的干刀又扛不到他们头上 居庙堂之高的朝城 可以悠闲自得的处理反派之势 可是住在梁州的汉人百姓 却不能如此悠闲 羌人本着一视同仁的原则 对于汉族百姓自然是不会手下留情的 反正制定政策的官员是汉人 老百姓也是汉人 砍不到几个官员 砍几个百姓也能解解恨吧 顺便抢点东西 毕竟死人是不能将财产 一并带到阎王爷那里去报道的 如此一来 也算是物质和精神的双丰收 何乐而不为呢 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当地的老百姓之后自发性的开展 全民习武健身运动 对于由羌人组成的反派分子 忠孝礼廉耻这些文明的说教是讲得通的 这个时候只有拳头才是硬刀人 在这种经常性爆发群体兜事件的地方 加上董卓老爸还是个职业军人 董卓要说不会连武艺 说给鬼听都不行 董卓不但习武 而且武艺高强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董卓这位猛将兄 是怎么在梁州这片土地上发光发热的 董卓出生在一个地方豪祥家庭 父亲当过县位 因为董老爸生下董卓的地方在影川 所以董卓的表字叫做重影 董卓的性格总结起来 叫做放纵任性 粗业凶狠 坚持本人身体强壮 拥有使不完的力气 相比于一般的富家子弟 他闹腾的本事可就大多了 其破坏力也是惊人的 当天见识了他敢于破坏一切旧事物的雄心壮志之后 就都不敢招惹他了 一是怕掐架掐不过董卓 二是担心 即使侥幸掐人了董卓 也未必打得过门风而至的董家家丁 由于董卓名头太大 或者说破坏力太惊人 就连周边的枪人都不敢主动来找董卓的麻烦 反倒极力迎合董卓 并且与他结为好友 以求暂时相安无事 做地痞流氓都可以做到 连朝廷都不怕的枪人都敢来拜码头的地步 这个也算是一种成就了吧 对于主动来拜码头的枪族豪帅们 董卓并没有像一般汉人那样 以上等公民自居 鄙视这些野蛮人 相反董卓则是极为热情地接待了这波人 因为董卓还有一个重要的性格特点 那就是他喜欢结交豪侠意识 对于结交豪侠意识这点上 董卓显得极为豁绰 他丝毫不吝惜花费自己的家产 每当豪侠意识来家里做客 他便杀牛宰羊 用盛大的方式款待这些人 这种举动被他带来了很高的威望 这些性格特点对于董卓之后 能挟持皇帝 并且独立抵挡关东诸侯的进攻而屹立不倒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当然这是后话 我们以后再做讨论 我们将话题回到董卓身上 要是董卓只满足于结交几个豪侠 带着自己的千人兄弟在家乡闹腾一把 那么他充其量 也就是做一个地方上的古爸爸 老的时候可以跟自己的孙儿吹嘘 说想当年你爷爷可是林桃的大人物 就是跺个脚 林桃也要抖三抖 董卓的闹腾生涯并没有因此之处 想要闹腾的范围变大 就得让自己的权力变大 于是董卓凭着自己老爹的关系 开始了他的武将的生涯 正是由一个无牌照的民间无赖 转化为有牌照的政府无赖 于是乎 这个天地间可以供他闹腾的领域又变大了 或许此时此刻 包括董卓本人在内都不会料到 数十年后这个任性妄为的青年所展现出来的破坏力将波及到整个东汉地固 不过当时来说 董卓考虑的主要问题还是如何做好他的俊丽 也许是因为董卓很爱闹腾 也许还因为他有闹腾的本钱 那就是武艺好 所以董卓进入职场从事的工作都与逃步融合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打击恶行犯罪 董卓在这方面的表现十分优异 多次得到上级的表扬 很快从军力升任周一级的兵马人 相当于省军区的中级军官 如此看来 董卓还曾经做过一回人民的保护神咯 是不是董卓忽安良心发现 痛改前非了呢 其实从他以后的行动看来 他属于那种本性难改之人 董卓最心于逃捕这项工作 很大程度是他的性格决定的 董卓是个爱闹腾的主 干上了逃捕这份工作后 正好可以拿盗贼恋的拳头 打个皮外伤也好 打个半死也好 或者直接送那人一张去地府的单程游览卷也好 反正是执行公务 打完人还不用善后 有这样的好差事 董卓怎么会消极代工呢 要是你认为董卓脾气爆点也无所谓 好歹打的是盗贼 怎么说也算是为民除害了吧 如果你真这么想 那你就高看了我们的一号反民角色了 在那个时代 特别又是边剧的 那些官军在郊外看到过人 说你是盗贼 你就是盗贼 根本拿不出什么 实证 当时董卓有没有干过杀粮冒功之事 我们不得而知 不过这种事 以后他倒是经常干 叛环利永康元年 公元167年 这一年对于董卓来说 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他被任命为雨林郎 正式进入禁军系统 不久后又升任军司马 跟从中狼将张焕征讨宾州反叛的羌人 可以说从这一年起 董卓正式开始了他作为一员猛将的征战身涯 同样是这一年 一个婴儿孤孤坠地 四十多年后 这个婴儿也成长为一员猛将 用他的智慧和意志 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 坚守住了一座孤城 并且打败了一个当时看来 似乎是无法战胜的超级猛人 从而成就了自己的威名 这个婴儿是谁呢 在此先卖得关子 这位猛人的事迹 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说 先说说董卓的上级领导张焕 张焕自然名 是敦煌渊泉人 因为敦煌郡和陋西郡同属梁州 可以说董卓跟这位上司 可是老乡的关系 这次董卓可以成为君司马 并随君评判 正是出于这位老乡的殷勤推荐 董卓人生当中的首次大战 开局是非常顺利的 史书上记载 张焕命令部下董卓和司马尹端 两人相互配合 大破枪足叛军 斩杀了枪足的首领 杀死和俘虏了一万多名枪人 由于作战勇猛 战争结束后 董卓得到了上级领导的高度赞赏 并因公升为郎中 才得到了九千笔细菌 面对朝廷送来的官印 和装了几大车的细菌 董卓沉默了 他用那双曾经沾满鲜血的双手 小心翼翼的接过官印 揣在怀中 然后对天常叹道 功劳虽是我个人得到 但是这应该是部下们 共同努力的结果 于是董卓大手一挥 让手下将这些细菌 分给底下的士兵 自己一寸笔不留 底下的士兵自然是乐坏了 因为他们打心底里 感谢这个在富贵之时 还能想到自己统帅 董卓也乐坏了 因为仅仅用这些来自朝廷 自己一分钱也没花的席捐 就可以笼络到无数人性 而这些人 今后将会死心塌地 奔在自己周围 用他们的生命 来为自己换取更大的价值 从双方的角度上来看 这笔交易都不亏 简直就是双向奔赴 从不惜钱财 结交 豪侠一时 到放弃贾力 封上士兵 董卓表现了他高超的用于学学 那就是将欲取之 一些无知 不懂得给予的人 是不会收获巨大的回报的 董卓在对待自己部下的时候 很是打包 所以他的部下自然愿意为他外面 这就解释了 为什么董卓在进入洛阳之后 尽管坐进了伤天太阳之时 可是却没有众叛清理 反倒是上下一心 顽强的顶住了关东十几路诸侯的攻击 然后继续在长安过他的舒坦日子 因为不管他对别人如何凶残 对自己人 他一概是很逃爽的 所以董卓能够牢牢的将这个人团结在他周围 助他为虐 下面我们来简单分析一下超级大坏蛋 董卓的成功秘诀 论一个超级大坏蛋是如何练成的 第一 你必须拥有强健的体魄 这一点董卓就做得很好 如果没有强健体魄的话 你在实施犯罪计划之前 三刀两刀就被人给砍死了 那岂不是要含恨九泉了吗 即使你没有被人砍死 要是身体不好 一个不留神得病挂掉了 那岂不是前功尽弃了吧 综上所述 对于犯罪分子来说 身体素质是很必要的 当然要是你没有良好身体素质的话 你也可以成为超级大坏蛋 前提是你必须聪明 超级大坏蛋是如何练成的第二点 聪明 习惯于传统教育的人 可能会有一种定义式思维 那就是凡是坏蛋一律笨得出奇 设置障碍只为了让主角茁成长 设下陷阱只为了自己作茧自负 现实中的确有这样的笨贼 但是这种人是不可能成为 轻始由命的超级大坏蛋的 要想做一个超级大坏蛋 你得是个聪明人 如果你不聪明 你的犯罪计划很快被人识破 那么你就不能将你的破坏力发挥到极致 如果破坏力不大 事业上的张三那是多了去了 你怎么能够打动西字如今的史官 为你记下这辉煌的意义 所以想在坏蛋这个领域混出点名头 没点真才实学可不行 董卓就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 要不他是怎么在军队里混出名堂的呢 要是你不是什么聪明人 却有从事坏蛋这项职业的决心的话 你也可以成为超级大坏蛋 前提是你必须学会团结手下 超级大坏蛋是如何练成的第三点 团结 正所谓上下一心其力断金 你可以不强壮 但是如果你能团结到强壮的部下 那么冲锋陷阵就有人选了 你也可以不聪明 但是如果你能团结到聪明的部下 那么出谋划策就有人选了 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协调好这些部下 让他们心甘情愿的为你卖命 其实团结比以上两点都要重要 即使你有项羽之勇 即使你有泛增之志 而你的手下不团结 没事来个内讧 或者再出几个叛徒 你的万事基业就算是玩玩了 俗话说的好 一个事物要从外部瓦解他很难 但从内部瓦解他却很容易 这方面董卓做得很好 所以他无比光荣的在史书上一臭万年了 不过董卓最终没能坏到前无五人后无来者的高度 因为他性格中有一个严重的缺陷 这个缺陷直接导致了他的灭亡 那就是他的放纵任性 具体事情我们以后再说 此时距离董卓的灭亡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 现在正是他事业的上升期 可谓是官运恒通 先是阴公升为广武令 然后是蜀郡北部都尉 再之后是西域宿己校尉 一直升至宾州四市河东派首 也算是做了一回风江大力 正当董卓一路扶摇直上的时候 他人生旅途上的第一次挫折降临到他身上 起因是一起人事任命 由于篇幅有限 预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